大家好,欢迎收听富贵说历史,俗话说强江手下吴作品,陈庚手下的吕长、营长等,在1955年,几乎都受了军衔,甚至还有一个和陈庚一样是大江,我们今天要说的陈庚部下是另外一个人,陈庚手下的营长,1955年,十倍低受少江军衔,他就是寒冬山,寒冬山,1905年出生于湖北大雾县, 1928年加入中共共产党,因为表现出色,加上卓越的军事才能,寒冬山的职位升得很快,在阿玉晚苏区时,寒冬山还是陈庚,腰二师,的一个营长,1936年的时候,他已经是红三十一军,第九十一师傅师场了,此时比陈庚的级别还要高,陈庚受伤去上海治疗,归来后从前部团团长干戏,抗日战争爆发后, 寒冬山再次回到了陈庚麾下,先后担任一二九师,第三八六旅副旅长,新四军第五师,尖恩晚乡干兵区,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等职位,解放战争时期,寒冬山参加过玉西作战,中约突围等战役,其中在宋河战役中,寒冬山只挥江汉独立旅,全歼国民,党军一个整编旅,已入胜奖,受到了刘伯成的通令嘉奖, 同时被毛泽东称为以少胜多,以若胜强的范例而写进了中国革命战争时,1955年,寒冬山被授予少将军衔,相比当年同级别的将领来说, 这个军衔是低了点,但寒冬山没有丝毫怨言,寒冬山虽然战功卓主,但是一生为人低调,对子女要求也比较严格,且从不对家人搞特殊,曾专门给子女门下了死命令,谁敢打住我的旗号拉关系,走后门,就滚出这个家门,后来子女全靠自己的本事谋求职位,并没有依靠父亲的一定点关系,而寒冬山的长女至今都是个农民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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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